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闻开始给您带来昨天在雪龙以带发生闪电水灾的报道 一场连绵大雨导致文良港大红花花园发生土崩 强大的冲击力造成一栋防护的党土强坍塌 为了安全起见 警方要求附近居民紧急撤离 索性没有酿成人员死伤 吉隆坡消整局透露 当局是在昨天下午5点43分揭破紧急投报 随后派出六名消职人员和一辆消防车到现场进行试员工作 消职人员到场后发现 一栋防护防止土崩的防护墙出现崩塌 为了安全起见 警方随后通知临近的住户紧急撤离 同时 所有从云顶及冷路通往第二中环大道方向车辆 改道至东部汉路以及朝旺沙马柱的方向 另一边乡 社交媒体流传 吉隆坡市中心附近的太子世贸中心露天停车场 昨天下午4点左右发生闪电水灾 导致数十辆轿车被浸泡在水中 然而吉隆坡消整局表示没有接货相关投报 换个焦点 针对不同婦女组主席早前付与不同 委派女性候选人出战 该党首理主席 Dadosli Mahama Hassan表示 此事需要等待领导层做出深入研究 他补充 委派候选人是基于选举胜算 并没有其他特定条件 有点变化 早前 乌统妇女组主席 达多斯里·罗莱尼 呼吁乌统委派女性候选人 出战马格达州议席补选 他说原任马格达州议员 达多莎莉法同样来自乌统妇女组 因此该党必须拿下几位 莎莉法是在本月二号 位于居南中央医院病逝 中年六十三岁 选委会则定下个月二十八号 举行补选 提名日落在下个月十四号 在二零二年的如佛州选举 莎莉法以五千一百六十六张 多数票胜出 成功为胡同拿下一席 近市年龄逐渐年轻化的问题 越发常见 根据数据 自联邦直辖区在六月 推出复演计划以来 两千零七十七名 接受视力检查的学省当中 有百分之五十八点二 被确定为近市 长管联邦直辖区的 属相署部长达莎莉哈 强调如果不尽快解决 孩童的近市问题 将很大可能导致学习落后 为此家长和校方可以定期 为孩童进行视力检查 阻止孩子的视力情况 持续恶化 同时家长也需要 限制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 或通过一些方式 纠正孩子的视力情况 五名男女经常假冒官员 以业主非法改装电表为由 威胁支付五千至一万 零级的封口费 因而遭到反贪委会逮捕 当局向部城推示厅申请延扣 并且获得批准 将四名男嫌犯扣留至二十七号 反贪委会昨天在吉隆坡一带 将年龄介于二十岁至三十岁的 四名男子和一名女子逮捕归案 据了解 嫌犯服务于巴生骨行骗 至今已经向数千人 索取近十万令吉的贿赂 嫌犯的作案手法 是通过联系住户或商店进行检查 随后仿生对方非法改装电表 该犯罪集团成员 包括一名年龄三十多岁的主谋 两名供电公司的承包商 负责执行切断电供的工作 另外两人则负责获取 受害者的资料 部城反贪委会主任 阿西索阿玛指出 当局不排除在近期内 逮捕更多犯罪集团成员 同时援引2009年反贪委会法令 第十六条A款调查死案 他也促请所有拥有类似经历的 受害者联系调查官员进行举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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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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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体育新闻 大马羽球队传来解报 男双飞丁组合、女双乐地组合 以及混双结尾组合 纷纷闯入日本羽球公开赛八强 至于另一组男双 中红剑与摩罕默海卡 则是以21比16、8比21、15比21 不敌印尼组合 无缘晋级八强 率先上场的飞丁组合 无是非与罗伊苏丁 直落两局 以21比14、24比22 战胜来自中华台北的对手 他们将在今天 对战来自印尼的马加与莱恩 世界排名第19的中红剑与摩罕默海卡 在苦战49分钟后 呼吸败给世界排名第6的双一组合 无缘晋级八强 女双方面 世界排名第10的特地组合 陈康乐与天娜 同样轻松闯入八强 特地组合耗时34分钟 以21比11、22比20 打败世界排名第50的丹麦组合 接下来他们将与巴黎奥运会 银牌得主刘胜书 与谭宁展开对决 至于世界排名地主的结尾组合 陈塘杰与杜一卫 在33分钟内 以21比13、21比13 轻松击败丹麦组合 接下来他们将在八强赛中 迎战中国字号种子 蒋正芳与魏亚欣 为了奖励在巴黎奥运 为我国夺得奖牌的大马运动员 经理部长杨晓双宣布 同牌得主谢定峰与苏伟毅 将各自获得10万令吉奖励 至于同样获得同牌的男单李子佳 则在奥运前后获得25万令吉 根据国家运动奖励计划 奥运会金牌得主将获得100万令吉 银牌30万令吉 以及铜牌10万令吉 部长杨晓双指出 由于这是谢苏组合 即2020年东京奥运会之后 第二次为我国赢得铜牌 因此国家体育理事会决定 将奖金提高至以倍 也就是每人获得10万令吉的奖励 另外谢苏组合与李子佳分别获得由中国汽车品牌 启瑞赠送价值12万3800令吉的全新轿车 与此同时三人也会在国家运动奖励计划下 获得每月2000令吉的终身报酬 预计从下个月开始发放 为了确保明天晚上上演的大马足总监决赛 顺利进行 吉隆坡快捷通宣布特别延长 五级加利尔新快铁站的运营时间至隔天凌晨1点 大马足总监决赛将于本周六24号 晚上9点在吉隆坡五级加利尔国家体育场举行 由如佛达鲁塔克新足球队 对阵雪州足球队 争夺本届足总监冠军 快捷通轨道公司发文告指出 为了确保观赛的乘客能顺利返回家中 比赛结束之后将额外增设轻快铁班次 虽然其他的轻快铁站的运营时间将按正常时间结束 但所有转站的服务将同步延长 以方便乘客继续前往最终目的地 此外快捷通轨道公司建议乘客 尽量使用Touch & Go卡支付车费 以避免在出行高峰期排队拥堵 使用代币的乘客则被建议提前购买往返代币 以提高出行效率 乘客还可以选择在特定的轻快铁和捷运站 使用Park & Ride驳车设施 以便更为快捷地到达体育场 为确保行程顺畅 乘客可以通过金融波快捷通的社交媒体渠道 以及Pause手机应用程序 获得实时的交通信息和服务更新 全歇、Sarawwers 全日1000人赢尼买 全海辍2000年 马云会消息 十拉月柔道选手陈欣宏 成功在六十三公斤组摘下金牌 为东道主再添一枚金牌 另外来自柔福的国家队田径好手 吴马奥斯曼持续势头 在男子四百公尺田径赛 以四十六秒七八拥夺第三枚个人金牌 打破大会季度 本届马云会柔道项目 位于墨加马拉公益大学进行 陈欣宏在决赛中成功淘汰 来自登加楼州的对手拿下金牌 One Noodle Aisha为登加楼拿下银牌 铜牌则来自霹雳的Nord Shadrin 以及来自柔福的Alisha共同获得 Umar Osman目前在山拉越体育场 举行的男子四百公尺田径赛赛中 以四十六秒七八打破大会纪录 他也刷新了2018年水兰额代表 Muhammad Ilham创下的四十七秒零二纪录 来自沙巴的Muhammad Khalil 以四十八秒零五获得银牌 而霹雳的Khanish Khan 则以四十八秒四二获得铜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属于您的角色成为我们的一员吗 RTM新闻中文组正在为新闻及时事节目 招聘记者与编辑 只要您拥有大专学历 精通三语并且关注国内外时事 其对新闻业充满热忱 符合资格及有兴趣者 欢迎将您的履历通过电影方式 发送至btvmandarine at rtm.gov.my 我们等待您的加入 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感谢收看 我是戴靖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